蚕丝为宪 经纬之久 从中国的不传之蜜 到亚洲各国的典型手工艺 蚕丝纺织 发展出各种绚丽的分支 手艺可以跨越国界 也拥有拯救和抚慰的力量 了不起的匠人 来看柬埔寨的黄蚕匠人 森本《喜酒男》的故事 《喜酒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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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见到加坡 有些人可以使用刀 但有些人可以使用刀 但在加坡的情况下 25年代的战争 我认为这种建筑 每个选择都必须建设 像他们失去那些传统的工作 在城堂 我给他们给他们 然后他们可以开始那些传统的工作 在城堂 我明白 那些人住在自然的 在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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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 从事和服染色研究的 森本喜酒男 造访东南亚 在参观博物馆时 一件不起眼的丝绸展品 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们展示了很多不同的厚物 我看到一种厚物 是红色 是很美丽的 但是很小的 然后十年之后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种厚物 然后我有机会参观博物馆 我看到一种相似的 然后我明白 这种厚物是从庚马 的厚物馆 是的 一块黄残之舞 呈现出了层次分明的飞红 那是他研究燃料多年都没见过的自然色泽 森本决定去柬埔寨弄清他的来历 但他不知道这一行就是三十七年 九十后 柬埔寨女人 靠着黄残红红织贴不加勇 但一场长达十四年的战争 几乎毁灭了这门手艺 历经战火洗礼 柬埔寨茂密的森林 缩胜无几 这对于黄残的生长 是致命打击 在造访了三十六个村落都已无所获之后 森本决心自己建造村庄 养殖黄残 我研究了 传统的材料 我参加了一些地方和城市 我参加了 然后我明白 如果想要再生成 一百年代的森林 这代表是森林 和民族 但是没有筷子 不像是森林 有时我车转车 然后车转车来 但他们没有空 我没有逃避 然后有一个坑 在河中 我有这种感受 我车转车车 然后重新车车 很可爱 十七年前 森本带着五位红柿男工 从金边骑着摩托 夜行七个小时来到仙岭 在这片远离四驱的荒地里 开始建계屋 造林 养残 方枝 如今 十七年前种下的种子 已经长成了森林村 共150位女工的工作 和三十个家庭的修养生息 在新世纪的柬埔寨 借助激起 重乱四十七天就能重建 养餐早已微月季节的隔阂 但在远离城市的森林村 森本与女工相醒 只有自然生产的蚕丝 才有生命力 这天他们迎来了今年 第一批蚕的匠生 他们在穿着 很多人都在移民 优优独播剧场——rol 手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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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不是吃的,像猴子是做的 我们放在土上, 要做好土, 如果有好土, 就会有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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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柠檬需要好土. 所有人都出生的魂 这是一个地方 人们可以活成人物 在村裡工人們通常聚在一起 抽絲剝繭 這一步驟叫做騷絲 沾水之後 殘絲變得很重 而且容易打結 全靠水上的觸感耐心剝離 處理完的生絲會變得又柔嫩又鮮嫩 女工們會用卷肘將幾股合成一股 精力三卷三曬水煮脫膠 生絲也會變成了熟絲 變得驚人而容易上色 歐姆媽媽是最早跟隨森本 來到先例的女工之一 年輕時她是故鄉最出名的紡織藝人 製出的四米布可以換回一家三口一星期的糧食 而戰爭讓她離開了放織機數十年 我也有辛苦 如果往上往中 或來活動 不過來活動 婆婆可以換不得了 她出在一生 我呢 人们的特别又拜扰了 可能 你别的你也可能 现在 欧母妈妈 是女工们 最尊敬的老师 在森林村里 一切回到了 战前的无忧日子 和中国扎染原理相似 扎染 染的是布 黄铲纺织 却是从 线开始染起的 这种名叫 伊卡的染之法 是东南亚最古老的手艺 伊卡一人 用晒干的香蕉叶 捆绑丝线 染好一种颜色后 就变换捆绑的位置 染下一个颜色 如此做法 能让丝线 在还没开始讽之前 就显现出图案 我用这些孩子 帮忙和母说 然后,他们应该记得 让我们继续 登场 it's like what I call the memory of hand this is like the basic of the… like… the continued to the traditional work here 炼自于藤黄树的明黄色 是坚卜寨传统丝绸代表颜色之一 藤黄生长于坚卜寨深山中 寻常不易解 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 我说我要去看 其实是坚卜寨 他在笑 因为其实 有很多地坚在那些地方 可以走到只有30、40cm的小的 在墙上 曾经需要费尽心思 才能寻到的藤黄 如今在森林村里随处可见 森林村人按季节采摘原谅 他们正在慢慢学会尊重 让自然赋予的宝藏再次回来 森林村的女工们 十年如一日的急火熬煮 在沸腾之时 将树皮摇出过滤 加入天然固色季后 还需慢煮过夜 这样天然染料才能出现纯红色泽 森本当年在博物馆看到的那片明圆红色 同样来自自然 那是一种名叫紫胶的昆虫巢穴 曾经是坚卜寨常见的燃料 让紫胶虫重见 是森本建起森林村的初衷 但如今春去东来17载 此处荒地已成林 紫胶虫却再也没有回来 我承认了 母亲带来到小孩 来到一起 我承认了 它是自然的 是自然的 是自然的 在柬埔寨的三十年里 生命的延续 是森本创作的母题 两个月的设计 八个月的染枝 这幅名为生命之术的皮肩 正是森本心中 坚普寨人的力量之源 他希望坚普寨人的幸福感 能靠着纺织 代代延续下去 我明白 坚普寨人在自然的生活 然后他们尊重自然的自然 这是一个重要的点 对 如今的森林村 有树有蚕 有房之一人 又下一代 曾经失落在战火里的手艺 在勤劳的手里 再次活了下来 在家里的森林村 像是一家的森林村 他们自己的森林村 学习了自己的森林村 然后去沙山山 数年前 孙本被查出癌症 如今 他的健康 潜动着 所有森林村人的心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这种形状 我没有想到 我只是给他们的写写 他们可以记得 所有的古典和传统 离开故土快四十年 森本喜久南终于在万里之外 遭到了他的归宿 在战争的废墟之上 用自己的半生时光种树养残 收获喜乐 如今他已经七十八岁 与之搏斗的不再是战乱与荒芜 而是疾病带来的疼痛折磨 但他仍然选择居住在这 远离城市的角落里 在这里生老病死落叶归根 享受这一切未经创伤的模样 当我会守护地 日月自我之间消耗落 江海潇潇潇 梦芒的天涯 穿满着任何人的龟鹿 天涯无涯 我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 我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 当我回首大地 云抱着我指尖下号落 森林消失 茫茫的云海 充满了何人的贵路 天涯无涯 我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 我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 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 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 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